好,往下的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全国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咱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第24章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基金管理人他的公司治理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风险管理了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一章他的知识体系 在这一章里面总共是分成了三节 那么其中前两节是关于基金管理人他的公司治理的 第三节是关于他的风险管理的 那在第一节里面讲的就是说 这个公司治理的时候 他的法规要求相关各方的权利义务 在第二节里面具体的就这个组织架构进行了展开 那么第三节是关于风险管理的 那讲了他的目标和原则组织架构和职能 以及分类和具体的管理的程序 那我们不能一口吃个胖 咱一节一节的去学习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节治理结构 那在这一节里面大纲要求的是 掌握公司治理相关的法规的要求 那我们建议大家也是根据大纲的要求 来去关注公司治理法规的要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知识体系 这一节里面学习的内容 两个对应的知识点却不少 但是需要大家掌握的就一个 就是十大原则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基金管理公司与一般公司的不同 我们前面学习的时候知道 在我们国家基金管理人 他应当通过公司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这样一种法律的形式 但是虽然它是一个公司 但是它又与一般的公司有所不同 这个不同主要是因为它的经营的业务 不同所导致的 一般的公司 你比如说一个工厂 或者说一个服务部门 它就是提供服务生产产品 在这里基金管理公司 它是帮别人来去管理资产 这就使得它管理运作的资产 可以远远的超出自身的资产 也就是说可以管理运作几十倍于 自身注册资本的财产的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 基金管理公司不但要为自己的财产负责 同时还要把钱交给他管理的 这些人的财产负责 为了保证这些委托人的财产的安全 所以说法律就对基金管理公司 做了一些特殊的要求 这些特殊的要求 我们说主要体现在 设计了一些独特的独立的董事制度 督察长制度 并且要求它建立组织机构健全 然后职责划分清晰 制衡监督有效 激励约束合理的这样一种质地结构 目的是保持公司的规范运作 建立一种长期的激励约束机制 并以基金持有人 也就是投资人 他的利益优先为根本的出发点的 这样一种治理的模式 这个是基本的要求 具体的又有十大原则 这十大原则 也是咱们大纲要求大家掌握的 这十大原则分别是 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 公司独立运作原则 制衡原则 股东诚信与合作原则 公司统一性和完整性原则 公平对待原则 业务与信息隔离原则 经营运作公开透明原则 长期激励约束原则 人员敬业原则 那这十大原则 大家不但要知道 而且要理解具体的内容 首先咱们来看 这个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 对这个原则 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其实已经多次接触过这个原则 简单的说 就是公司的治理 要体现投资人利益优先 也就是说 当公司股东 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 与投资人利益 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要优先保证 投资人的利益 就是这个原则 它的含义了 那么第二个 是公司独立运作原则 这个指的是 就是说公司 他依法独立的开展这个业务 这块主要针对的问题 主要就是说 有些股东觉得 这个公司是我出钱 开业的这个公司 所以说他就有一种认识 觉得这公司是我的 那我就可以要求这个公司 按照自己的意志 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我们说 从常人的角度来看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错的 因为这个公司 他是一个独立的法人 而这个法人 他是有自己的 这样一个独立的法律地位的 也就是说 他从产生那一刻起 诞生那一刻起 他就跟他的股东 就隔离开了 就像一个孩子 出生之后 就跟他的母亲 两个就是两个独立的人 不再是一个人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说 虽然是这个股东 他出资设立了这样一个公司 但是他不能够干预 这个公司的运行 应当保证这个公司 去独立的运作 讲的主要是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原则 是制衡原则 这个主要指的是 就是说这个公司 它的治理结构里面 包含了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还有经理层 管理层等等的 那么这些不同的部门 他们要形成一种 职责权限相互制衡的 这么一种制度安排 防止就说 这个决策不科学 下面一个 是这个统一性 和完整性的原则 这块指的是 就是公司组织机构 和人员的责任体系 报告路径 还有决策机制 应当体现统一性 和完整性 这块的内容 其实跟这个公司 独立运作原则 非常的相似 也就是说 有的股东 他会越过 公司的管理层 直接要求 公司的某一个部门 或者公司的员工 来向自己 来去汇报 这个公司的运作的情况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公司 一旦建立之后 这个时候 虽然股东 他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但是这时候 两个是独立的 对吧 不能要求 公司的员工 向自己来去汇报 就说这个 公司的运营情况 公司的员工 公司的经理 也不能够了 向公司的股东 直接去汇报 而应该呢 是按照公司的章程 向相关的部门 比如说员工 应当向自己的部门经理 然后部门经理 应该向总经理 总经理应该向董事会 他呢 有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路径 有一个体系 讲的呢 就是这么一回事 股东的诚信与合作 这样一个原则呢 讲的是公司股东之间的 他们之间的一种 关系的处理 指的是呢 公司股东 对公司和其他的股东呢 富有一种诚信的义务 那股东之间呢 应当信守承诺啊 既然你承诺了 要认购公司的股份 缴纳公司的股份 那你就得按照你的约定 来去呢 缴资啊 就是说拿出钱来 那要建立一种呢 相互尊重 沟通协商 共谋发展的一种 和谐的关系 而不是在那里呢 相互的斗 就是它的内耗 公平对待原则 这个呢 指的是啊 就是说 公司的董事会 经理层呢 一方面啊 要公平的对待 所有的股东 不能呢 看这个股东是大股东 那个股东呢 小股东啊 就有所呢 区别的对待 那同时呢 就是说公司 它呢 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 也应当呢 公平的去对待 所有的这个客户 以及呢 客户的资产啊 不能看了这个客户 他的钱这么少啊 可能呢 就不那么上心 另外一个呢 客户的钱那么多啊 那呢 就牺牲一下 这个小客户的利益 对吧 然后呢 满足一下 这个大客户的利益 这呢 就违反了 公平对待原则 那业务与信息 隔离原则呢 这个呢 其实呢 还是与 这个公司独立原则呢 非常的相似的 也就是说呢 公司应当呢 建立与股东之间的 这样一种业务 和信息隔离的制度 因为呢 有的股东啊 基于呢 就是说 他的一种错误的认识 或者说呢 他也明知道 俩呢 是独立的 但是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说通过这个公司的方式 为自己呢 进行一种利益的输送 或者呢 发生一些不正当的 这样一种关联的交易 那么这个业务 与信息隔离制度呢 讲的呢 就是说这个公司 与他的股东之间呢 这样有关系 经营运作公开和透明原则呢 这个指的是啊 公司经营和运作呢 应当保持公开透明 保障呢 股东懂事的 这样一种知情权 公司呢 应当依法认真的去履行呢 信息的披露 这个信息披露呢 咱们之前 在讲到证券投资基金的时候 他的特例 咱就讲了啊 他呢 要信息透明 要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 进行的信息披露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说这个公司运作过程中 他呢 要保障人家 股东的这样一个知情权 要按照章程 或者法制的要求 来去呢 向股东来去汇报相关的 这样一个经营运作的情况 下面一个呢 是长效激励约束机制 这个呀 指的是啊 就说公司应当呢 结合基金行业 它的一种特点 来去呢 建立呢 长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然后呢 营造一种规范诚信 创新和谐的这种企业文化 主要的目的呢 还是呢 留住人才 保持呢 公司的竞争力 因为咱们说啊 这个基金啊 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它呢 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专业的服务 而这个专业服务呢 主要呢 还是体现在这个人员 它的这个专业上 那如果呢 人员流失了 那这个公司 它的竞争力 也就随之下降了 那么这个产品 可能呢 运营就会带来一些 不稳见的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说呢 公司在这里的时候 应当重视对人才 它的这样一个保障措施 用一些呢 长效的激励的 或者说呢 约束的机制 那么最后一个呢 是人员敬业原则 那这个呢 也不光是咱们这个基金公司啊 它呢 指的是呢 公司的董事兼事高级管理人员 它呢 应当专业诚信 勤勉进职啊 遵守呢 职业的操守 以较高的这个职业道德标准 和商业道德标准呢 就规范自己的言行 维护呢 投资人的力 以及呢 公司的资产安全 促进呢 公司的高效运作 这块讲的是不是就是职业道德呀 那我们在第五章的呢 学习的内容 其实呢 对这个人员敬业原则呢 它呢 也是适用的 以上呢 就是十大原则啊 看起来比较多 我们看呢 主要呢 还是围绕着投资人的利益 以及呢 公司的独立运作来展开的 好 下一个支持点呢 就是相关各方 它的权利和义务了 这里的相关各方啊 指的就是说 公司制定里面啊 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管理层 以及呢 督察长 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那第一个呢 就是股东啊 和股东会 那股东的权利呢 很简单 主要呢 就是收益分配权 然后呢 表决和监督权 知情权 那它的义务呢 是出资义务 保密义务 尊重公司的独立性 这个呢 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 独立运作原则 强调的就是呢 公司的股东 不得呢 干预公司的运营 还有呢 要形成一种 长期投资的理念 因为你毕竟呢 你这是个基金 不是一个散户啊 第二个呢 就是股东会的职权呢 那这个股东会的职权呢 与普通的啊 这个公司的股东会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主要呢 还是一些呢 宏观的决策权 包括呢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 和投资计划 选举呢 和更换董事 批准董事的报酬事项 选举和更换 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视 批准呢 监视的报酬事项 第三呢 是审议批准 公司的这些年度的财务预算方案 和审计的决算方案 审议批准呢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第四呢 是对于公司的一些重大的事项 包括呢 增资减资啊 然后呢 股东转让股权呢 做出决议 批准成立 收购 或者呢 处置公司在禁令外的子公司 然后呢 包括呢 对公司合并分立 变革公司形式啊 等等呢 做出一些决议 第五呢 是修改公司章程 批准呢 对公司经营范围的任何的修改 当然这里呢 其实也是咱们教材啊 说给大家罗列出来这些 那股东会的 他的这个职权呢 在公司法里面 其实还是有非常详细的规定的 下面一个呢 是董事和董事会 那董事会呢 它呢 是由股东会选举出来 代表呢 这些股东来负责公司的经营和运作的 因为呢 一个公司里面 他的股东呢 非常的多 不可能啊 就是说所有的股东都参与到 这个公司的运营里面 那一方面呢 并不是所有的股东 他都具有这样的能力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并不是所有的股东呢 他呢 都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所以说呢 选出一些能力强的 让他们呢 来去负责这个公司的运营 那赚了钱 只要给我分钱 那也就好了 这个呢 是董事会 那董事会 他的职权 这点呢 其实呢 跟普通的 这个公司的董事会呢 职权非常的相似 主要呢 也是一些呢 说宏观的决策的这样一个权利 包括呢 执行普通会的决议 批准公司的组织架构 内控制度和基本管理制度 这一块呢 可能算是咱们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会 他的独特的地方了 因为呢 他要去设置这个内控制度和管理制度 体现公司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从制度上呢 保证公司责任体系 决策体系和报告路径的清晰和完整 这个呢 还是讲的咱们之前所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原则 第三呢 是批准总经理 制定的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决定呢 聘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他的报酬 批准呢 重大的关联交易 审议公司公募基金的定期报告 批准呢 聘任或者替换 会议师事务所 这块呢 其实也是咱们教材的罗列的一些 相关的董事会的职权呢 其实在公司法里面 还有一些更加详细的规定 那这里呢 我们也就是了解 基本上就可以了 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呢 这个独立董事 因为在咱们国家 目前我们前面学习的时候知道 这个基金呢 很多都是契约型的基金 它没有这个公司型的基金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说呢 在这个基金管理人里面呢 要求设立这么一个独立董事制度 而且呢 主要是对这个独立董事 它的比例 以及呢相关的决议的职责上面 做了一些限制 那这些限制呢 就比较的重要了 一方面的规定 读董人数呢 是不得少于三人的 而且的不得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三分之一 那两个方面的进行的限制 一个呢是人数上的 另外一个呢是比例上的 另外呢 就是说呢 下列事项应当经过呢 三分之二以上 独立董事通过 要经过呢 三分之一二 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的董事呢 通过 比如说呢 意识规则方面 做了一个限制 哪些事项呢 包括呢 公司及基金运作中的 重大的关联交易 既然是关联交易的话 那就要防止 就是说呢 通过这样一些关联交易 为大股东牟利 所以说呢 需要独立董事 也就是说呢 他不是股东 公司和基金 审计事务聘请 或者呢 更换会计师事务 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管理的基金的 半年报和年报 那法律规定的 其他的事项 所以这种呢 就是说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上市公司的 这样一个 定期报告 你就会发现 都有呢 独立董事 关于什么什么的意见 第三个呢 是监视会和监视 那这个监视会呢 它呢 跟董事会非常的相似 也是呢 由股东选举产生的 当然这里面呢 除了有股东的代表之外呢 法律有的时候呢 还要求有职工的代表 那么这个监视会呢 是根据情况 如果呢 股东啊 对这个董事呢 是比较的放心的 那可以呢 不设置这个监视会 但如果呢 认为有必要 那也可以呢 设立监视会 或者呢 执行监视 所谓的执行监视呢 也就是说呢 我呢 就弄一个监视 就行了 不弄呢 两三个 好 它的职权呢 主要呢 就是呢 监督检查公司的 财务状况 重点呢 是监督公司的 董事总经理 他们是否呢 存在违法 违规的情况 是否呢 履行了 就是说呢 股东会的决议 是否存在呢 损害公司力的行为 它其实也是一个 监督的部门 第四呢 是管理层和督察长 这个管理层呢 主要呢 就是经理层了 它的高级管理人员 负责公司的 日常的运作 它呢 在管理中 应当遵循的原则呢 包括啊 四个方面 一个呢 是展现良好的 职业的操守 这个职业操守 其实呢 就是职业道德了 对吧 一点也不难理解 咱们在生活里面 或者说呢 工作里面 经常会听到一个词 叫做职业经理人 也就是说呢 它的这个职业 就是呢 以担任经理人为职业 为工作 既然这是你的一个行业 那你是不是就得遵守 这个行业的基本的道德呀 这就是一种职业道德嘛 第二 就是呢 维护公司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这是前面 独立性和完整性原则 它的要求 第三呢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 第三呢 是公平对待股 股东和客户 这也是呢 公平对待原则 他的要求 管理层的职责呢 相对而言啊 就说容易理解一点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呢 督察长 他的这个职责 当然呢 对督察长的职责呢 咱们在后面 就说呢 还会去学习 那这里呢 既然他提到了 那么建议大家呢 还是呢 要去了解一下 当然这个地方 你不了解的话呢 后面还是得去学习 督察长 他的职责呢 包括组织拟定基金公司 合规管理的 一些基本的制度 和其他的这些 合规管理的制度 并且呢 督导公司的各个部门 及下属机构呢 去实施 围绕着合规管理呢 展开的 那当法律法规 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 要及时的建议 高级管理部门啊 来去呢 修订完善相关的业务制度 和业务的流程 第二呢 就是对公司内部 规章制度 重大决策 新产品和新业务 方案呢 进行一些合规的审查 并且呢 出具啊 书面的合规的审查意见 进行合规审查的时候呢 这里呢 提到的这个新产品 咱们在第二节里面 咱就会看到 产品部门 新产品的时候呢 这个产品委员会里面 是有呢 督察长的 出具合规审查意见 咱们在前面学习到 基金公司 销售机构 他的这样一个 推荐材料的时候 咱知道 那必须得 经过督察长 出具合规意见 才可以呢 往外发售 并且呢 向上报备 如果呢 基金公司不采纳 督察长 他的合规意见 那要向呢 将相关的事项 提交呢 董事会决定 那监管部门 或者呢 自律组织 要求呢 对申报的材料 进行合规审查的 那督察长呢 应当审查 并且呢 签署合规审查意见 第三 是对基金公司 及其工作人员 经营管理和职业行为的 合规性呢 进行监督检查 协助呢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建立和执行 信息隔离利益 冲突管理和 反显前制度 为管理层提供呢 合规的咨询组织 合规培训 指导呢 和督促公司处理 涉及公司和员工 违法违规的投诉和举报 总之呢 就是呢 负责落实 公司日常经营中的 这样一些合规的制度 第四呢 是向董事会 总经理呢 报告基金 公司合法合规的情况 和合规工作 管理工作的 开展的情况 发现呢 有违法情况的时候呢 要及时的报告 董事会 总经理 而且呢 提出修改的意见 那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呢 是蹲 同时呢 要敦促公司 向监管部门去报告 那如果呢 公司没有报告了 对吧 那这时呢 督察长要直接的 向监管部门报告 涉及违法行为的 就说如果呢 这个违法行为 是自律组织制定的 那么还要呢 报告自律组织 总之呢 它有一个报告的意义 在这里面 第五呢 是及时处理 监管部门和自律组织 要求调查的 就是说这样一个事项 那配合监管部门 它的检查和调查 而且呢 去跟踪和评估 监管意见和监管要求的 弱势情况 这点其实也不难理解 因为咱们前面 在学习到监管的时候 咱知道 这个合规部门呢 它属于广义的监管 也就是说 虽然是公司的内部的 但是呢 它是站在监管内侧的 第六呢 是保存履行职责的 相关的文件和材料 然后呢 以备审查 就是看看 你这个督察长 是不是进到了 这样一个职责 好 以上呢 是咱们第一节的内容 重点呢 就是十大原则 看一下题 下面的题呢 说 以下呢 不属于基金公司 这里原则的事 考的呢 就是十大原则 A. 制衡原则 B. 公平对待原则 C. 长期基地约束原则 D. 事实性 选哪个呀 选的是D. 事实性原则 事实性原则呢 是咱们第二节里面 讲到的 说呢 公司 它的治理结构 设置的原则 下面的题是下列 关于督察长的职责 表述错误的事 考察的是呢 督察长的职责 A. 基金管理人 应当设立督察长 对董事会负责 经董事会的批认 这个表述的是 B. 督察长 可以列席公司的 相关会议 这个也是正确的 C. 无权调阅公司的 相关档案 这个就错了 督察长他是监管部门 他不能够调阅公司的 相关档案的话 怎么去监督 所以说呢 C. 是错的 D. 就内部控制制度的 执行情况 独立的旅行 检查评价 报告建议等智能 所以说这道题 正确答案就是选择C了 好 以上呢 这是第一节的那种 接下来咱们来看第二节 具体的组织结构 那在这节里面呢 大纲要求的是呢 掌握基金公司 他的这样一个机构的设置 那我们建议大家呢 也是按照大纲的要求 来关注呢 公司的机构的设置 具体来看一下呢 这一节它的学习内容并不多 知识点呢 有三个 重点呢 就在于呢 具体的机构设置的 包括呢 四个委员会 以及呢 五大功能部门 三大原则 没做要求 但是呢 我们建议大家呢 还是要了解一下 咱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就是呢 机构设置的原则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建议大家呢 是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呢 把它当作一颗星 去准备 那机构设置的原则呢 有三个 分别呢 是相互制约 和不相容的职责呢 分离的原则 授权清晰原则 以及呢 事实性原则 那好呢 咱们首先呢 来看第一个 就是相互制约 和不相容 职责分离原则 简单的说呢 就说公司啊 它在设置 这个不同的机构的时候 有些部门 它的职责 是不相容的 就是相互冲突的 那这个时候呢 要呢 分别开 那另外呢 就说有一些呢 就说职责 在设置的时候 应当呢 把它呢 分开 形成一种呢 相互制约 相互监督的机制 首先呢 咱们来看 这个相互制约 它呢 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呢 分管不同的业务部门 也就是说 不能让他呢 一个人啥都管 大权在握 那这个时候呢 有可能带来一些 不科学的决策 那不能呢 同时管理呢 相互冲突的业务 既然呢 业务是相互冲突的 那肯定得 建立一个防火墙 第三呢 是重大经营决策呢 应当通过呢 管理层会议的方式呢 来去决定 会议的方式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呢 就是一种民主集中制 也就是说这个事啊 拿出来 大家呢 商量商量 共同来去决定 那这时呢 就会让这个决策呢 可能更为科学 那从业务的角度来说呢 就是业务部门 通过呢 业务流程 来去呢 相互复合 比如说咱们后面去学习的 包括下面的这个投资决策 对吧 那它呢 有研究部 有决策部 还有呢 执行的 合规风控部门呢 实施持续的风险管理 因为呢 我们说要专门的去设置呢 合规部门和风控部门 那第二个呢 是不相容职责分离 那这些呢 我们说呢 是在基金公司运营过程中 有些呢 就说呢 职责呢 它是相互冲突的 那这时候呢 一定要分离开来 眼前呢 比如说呢 这个交易的时候 有呢 研究决策的 有呢 交易执行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呢 就说不分开的话 那这个交易主管 他呢 要买这个股票 那直接就决定了 对吧 或者呢 指使 或者说呢 暗示 这个研究的部门 给他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相关的 这个依据 那这个时候 这个依据呢 他可能就 不客观 不独立 所以说呢 给他分开了之后 经理说 我们买这个股票吧 但是呢 研究部门 研究了一下说 这个呢 不科学 对吧 那这时候呢 就可以对他 形成一种制约和制衡 另外呢 交易清算和基金的核算 然后公募基金和 专户投资 那这俩呢 是直接相互冲突的 第二个呢 是授权清晰原则 这个也就是说呢 基金公司 他呢 应当明确各个部门 各个岗位 各个员工 他的职责 明确的授权 这个授权呢 要逐级的授权 据起来说 那总经理的 肯定是来自于董事会的 过门经理的 来自于呢 总经理 然后员工的 然后呢 又来自于自己的上级 那授权呢 要采用呢 书面的形式 第三呢 是事实性原则 这个事实性原则呢 主要指的是啊 就是说 基金监管这块的法律 呢 他呢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根据最新的法律 和社会发展的情况 来进行一个更新 以适应呢 这个社会发展的需要 以及法律 法规的需要 他呢 可以分为定期更新 和不定期的更新 定期更新 那基本上跟这个定期报告 差不多 有季报啊 每一个季度 每半年 或者每一年 然后呢 进行一次更新 那不定期更新呢 那当然这个时候呢 就是法律 已经出来了啊 生效了 那你是不是得根据新的法律 赶紧进行修订啊 好 第二个知识点呢 是具体的机构设置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是这一节里面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也是大纲呢 要求掌握的 那这里呢 我们说的具体的机构设置呢 我们讲起来呢 其实呢 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但是呢 用这张图来去表达呢 就非常的清晰 这也是教材里面 给大家呢 罗列了这个图 咱们来看一下 由股东大会 然后呢 选举产生了董事会 代表呢 股东来去负责公司的运营 同时呢 也可能呢 选举产生出来一个监事会 来对呢 董事会进行监督 董事会呢 聘请总经理 那总经理呢 负责整个公司日常的运营 但是呢 总经理 他呢 也不是呢 三头六臂啊 那这个时候呢 他呢 需要有一些人来辅助 他进行运作 具体的 主要呢 是四大委员会 五大部门 这四大委员会呢 包括呢 产品审批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 风险控制委员会 和运营估值委员会 每个委员会下面呢 又可以设置不同的部门 比如产品审批委员会呢 包括了营销部门 产品部门 投资决策委员会呢 包括了这样一个 投研部门 研是研究部门 交易部门 风控的 包括了合规和风控 然后呢 是运营估值的 包括呢 俩一个的运营 是IT的 还有一个呢 是估值的 那这个呢 是总的 这样一个架构 大纲要求的是掌握 咱呢 不光是知道这个图就行了 还得了解一下 每个不同的部门 它的组成 职责 以及呢 具体的情况 咱们来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投资决策委员会了 那这个呢 顾名思义 这个委员会 它的职责 那就是用来呢 就投资进行的 做出决策的 对吧 它呢 是基金管理公司里面的 管理基金投资的 最高的一个决策机构了 是一个呢 非常设的机构 这个呢 注意 它并不是呢 常设的 一般呢 是由总经理 以及呢 与投资有关的 这些高级人员呢 来组成 职责是什么呢 负责基金的投资策略 然后呢 资产的分配 等重大的事项 确定呢 对基金经理 它的权限 审批呢 超过了基金经理 投资权限的 投资计划等等 比如 确定一下 咱们这个基金啊 咱们这个公司 那投资的目标是什么呀 投资原则是什么呀 投资范围是什么呀 啊 然后呢 明年 到底呢 咱们是 往债券那块多投点啊 还是往股票那块多投点啊 还是呢 每个上面 投资 各占多少的比例 这个呢 都是一些非常宏观的 决定下来之后 剩下的呢 是由交易部门去落实执行的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会议呢 可以分为呢 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呢 又分为呢 例会和年会 年会呢 一般情况下呢 那就是每年召开一次啊 目的是 通过 和这样一个会议 来去审议 这个基金年度的投资目标 和计划 例会呢 是每月召开一次 这个呢 是比较频繁的啊 讨论的是呢 与投资相关的 有关的事业 这块也不难理解 因为呢 市场呢 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说呢 需要及时的对市场呢 进行研究 做出调整 那临时会议呢 没有固定的 这个时间了 那就是呢 只要有需要 那就呢 可以呢 召开啊 第二个呢 是产品的审批委员会 那顾名思义呢 这个委员会 他呢 主要是用来审批产品的 也就是说呢 跟这个基金公司 他的产品呢 相挂钩了 他呢 是负责公司 所有产品的审核 角色和监督的执行 那是由呢 公司的总经理 以及呢 跟产品有关的 高级管理人员 这里注意 包括督察长啊 那产品审批委员会 他呢 又分为定期会议 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呢 我们注意 他呢 不过是年会啊 也不是呢 每月召开一次 而是呢 每季度召开一次 那临时会议呢 那就是根据需要的 职责包括呢 产品的战略 产品的方案 产品的风险 以及呢 产品风险等级等啊 由产品审批委员会 来进行呢 审议 第三呢 是风险控制委员会了 顾名思义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呢 控制风险委员会啊 它呢 是对公司经营 和管理中的 所有的风险 然后呢 进行控制 当然这里的风险呢 这里包括了 什么法律风险 操作风险 道德风险 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等 这个呢 咱们后面还会去学 对吧 因为呢 第三节里面 有一块专门的 风险的分类 它的职责呢 主要呢 是控制 整个公司运营过程中的 这种风险 听取呢 有关部门 它呢 公司运营里面的 一些报告 去审议 相关的风险 以及风险的 控制的措施啊 等等 总之呢 都是跟这个风险 控制有关的 它的这个会议呢 也分为定期会议 和临时会议 那定期会议呢 是每月一次 因为这个呢 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啊 这个风控呢 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说呢 它呢 也比较频繁 那在突发事件 发生的时候呢 也可以呢 召开民事会议 需要注意的是呢 投资风险委员会 和运营风险委员会呢 这俩呢 也属于呢 风险控制委员会 第四呢 是运营估值委员会 那这里呢 它呢 包括两块 一个呢 是IT治理委员会 另外一块呢 是估值委员会 IT治理委员会呢 比较简单的 它主要是由 IT的相关的负责人 来去组成啊 其中呢 IT人员的比例呢 要达到30%以上 它呢 也是分为呢 定期和临时会议两种啊 定期会议呢 就每季度 只要开一次 临时会议呢 根据需要 这个呢 倒容易理解啊 下面的 估值委员会呢 稍微注意一下啊 那估值委员会呢 它呢 是由公司主管呢 基金运营的 这些高级的管理人员组成 职责呢 主要呢 就是说呢 就公司的这个估值 然后呢 审议相关的事项 保证呢 公司估值 它的科学和合理 它呢 也是分为呢 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那定期会议呢 是每季度来呢 召开一次 评估公司的 估值政策和程序啊 那临时会议呢 那主要呢 是讨论 具体的投资品种 的估值方法和调整啊 再说呢 它的职责 你看主要呢 就是估值政策 估值方法啊 估值策略等等 前面呢 是四大委员会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五大部门 这五大部门啊 它呢 分别包括了 投资交易和研究部门 产品营销部门 合规与风控部门 后台运营部门 以及呢 其他的支持部门 其实这里的 后台运营部门 和其他支持部门呢 两个呢 是一对相对的概念 因为呢 其他支持部门 是相较于 后台运营部门而言的 也就是后台运营部门 它也是一个支持部门 只不过呢 是 呃 比较重要一些 单独列了出来 咱们来具体的看一下 那第一个呢 就是投资研究 和交易部门了 总的而言呢 这一块呢 都是跟投资相关的啊 只不过呢 分出三个不同的策略啊 分出三个不同的步骤而已 投资部 那它呢 是按照投资啊 标的呢 又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划分 可以呢 这里的投资标的 我们之前呢 讲过 对吧 就是呢 投资的对象了 那看呢 是投资于股票啊 债券呢 衍生品呢 又可以分为呢 权益部 债券部 衍生 投资部 还有呢 国际投资部 等等啊 那按照资金的来源呢 又可以分为 公募基金部 专户部 年金部 保险 资金部 这个呢 也不难理解 就是看这个钱 怎么来的 如果呢 是公募的方式 来自公众的 那就是公募基金部的 如果呢 是专门的客户 委托了钱 那是专户部 如果呢 是企业年金的 那是年金部 对吧 如果是保险公司委托的 那是保险资金部 投资部 它的职责呢 主要呢 就是根据呢 投资决策委员会 来去制定的 这样一种投资原则和计划 来进行呢 股票选择和组合管理 然后再向呢 交易部去下达 投资的指定 也就是说呢 他呢 也是呢 负责宏观的 并不具体的去操作 具体的操作呢 是由交易部 下达交易的指定的 研究部 顾名思义 那就是对市场进行研究 它的主要职责呢 是对 就是说呢 相关的决策 提供呢 相应的依据的 那这个呢 根据他研究的重点不同呢 又可以分为 就是说宏观研究部 行业和个股研究部 债券部的 这个呢 也不难理解 宏观研究部 那就是就整个的宏观经济的形式去研究的 行业研究部 那可能呢 就某一个板块啊 进行的研究 看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投资的机会 各国 那就是就某一支股票 然后呢 进行研究啊 看看呢 这里面经营的怎么样 是该买呀 还是该卖呀 债券部 那就是就各类的债券进行研究的 这里注意的是呢 它呢 是一个支撑部分 它的定性啊 支撑部门 交易部 那这个呢 我们说了啊 它呢 就是呢 落实 投资部 它的这样一个交易指定的啊 执行投资部的交易指定 记录 并且呢 保存每天的这样投资的交易情况 交易量管理等等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呢 产品的营销部门了 那这个呢 不明思义 它呢 是跟产品的相关的 那在大的公司呢 又可以细分为 产品部 销售部 营销部 客户服务中心等等 客户服务中心呢 那它呢 主要就是负责客户服务的 咱们23章里面呢 讲过这个客户服务啊 那产品部呢 它呢 主要呢 是就产品的研发 然后开发 来去呢 负责的 那比如说 国家政策变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允许呢 设立一些房地产开发基金呢 啊 或者呢 其他的基金 那这时呢 怎么样去开发 或者设计这个新的产品 销售部呢 那就是跟这个产品的销售相关的 咱们之前呢 学习过 知道呢 这个产品的销售呢 它呢 包括 就说呢 直销和代销 两种方式 所以说这个销售部呢 很多的时候 都是跟这个代销这块 打交道 就是说呢 维持这个代销的这个渠道 啊 营销部呢 这个呢 就相当于市场的这个营销这块了 也就是说呢 怎么样去设置一些呢 营销的政策啊 说营销的措施 来呢 吸引消费者 或者吸引投资者啊 第三是合规和风险部门了 那这呢 包括两个 一个呢 是风险部门啊 一个呢 是合规的 也就是说呢 一个是监察集合部 一个呢 是风险管理部 那监察集合 他呢 主要的职责是负责呢 就是说公司 合规这块 也就是说呢 看他是否符合法律 符合规范 符合业务的 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啊 风险管理部呢 那主要就是负责对风险啊 它的管理的 包括呢 识别管理和报告 包括识别公司潜在的风险 制定有效的控制风险的方案 落实呢 投资风险的分析和控制 对基金组合呢 进行业绩的分析 分析 投资运作的有效性 及时准确的 做出呢 风险报告等等 这块呢 咱们在第三节的时候 还会学习到 相关的风险的 相关知识啊 风险管理 第四呢 是后台的运营部门啊 咱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咱们知道 公司基金的运作 站在的基金管理人的角度呢 分成 无碍乎呢 就是三块 对吧 一块呢 是基金的募集 基金的管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后台 这块呢 咱们又接触到 这个后台的运营部门了 它呢 包括了注册登记 资金清算 基金的会计 和信息技术等功能部门 这些呢 可能跟这个 投资者之间 不会呢 发生直接的关联 但是呢 对这个基金的运作呢 确实呢 必不可少的 所以说这里呢 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哪些属于 后台运营部门 你得知道 因为有的时候呢 他考试的时候呢 他会考这个东西啊 第五呢 是其他的支持性的部门啊 他呢 包括了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和行政管理部等等 这个呢 其实任何一个公司 他都得有 对吧 人力资源部 负责人员的招聘 财务部呢 就是负责 这个公司运营过程中 一些财务的事业 你比如说 给员工发工资吧 交保险吧 啊 行政管理部 那这个呢 就是说办公用品的采购啊 等等的事情 都是由呢 行政管理部呢 来去呢 负责的 这就是呢 四大委员会 五大部门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些题 说以下呢 属于后台运营部门的事 你看 考的就是后台运营部门了 资金清算 人力资源部 销售部和合规部 选哪个呀 老题正确答案呢 我们说呢 是选择 A 资金清算部 我负责的 没错 我负责的 比较 我也负责的 的是 你负责的